在漂亮的女演员特多 各具风骚 风骚是个好词 我们当一个好词去理解 比如啊 有一位漂亮的女演员 跑着跑着 突然就红了 这一红呢 事就来了 先是跟这个 被美男 英俊的美男娶了 做媳妇 婚礼非常的奢华 于是呢 你这事好事不能都让一个人担着 于是嫉妒声就起来了 起来说什么呢 最容易攻击的 就说她长得不漂亮 人家说那不是长得不漂亮 说长得漂亮归漂亮 但不是天生的 是整容整出来的 于是啊 这女演员就非常愤怒 就说我没有 我没有整 我没有 咱不信呢 咱问大夫 她还真就去了医院 找了这大夫 我那天正好在网上浏览的时候 就看见这一段 她居然让这大夫捏不捏不她 捏不捏不这 捏不捏不那 捏了半天 大夫说还真没有 这事真没有 没有什么呢 没有整容 还有一位大明星 也是演戏演了很多年 现在出场费非常贵 所以钱很多 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人 你知道这演员啊 一般结婚都晚 女演员 为什么晚呢 就是挑来挑去啊 感情生活历程都不一样啊 所以呢 当他最后能找到一有钱人家了的时候 他很希望过一种太平的日子 可是呢 你这太平日子怎么过呢 跟富翁绑在一起啊 有时候这钱来的就更容易 干什么呢 炒股票啊 比如这股票啊 大股的一手啊 一手以后呢 突然啊 这股票就因为一个什么什么合并的消息 就暴涨 人家就说他啊 你有内部交易啊 大众是这个心态 看得了你演电视电影啊 但看不了你这么容易的赚钱 所以就说呢 他一定是有内部交易 所以他只好自个站出来说 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这个内部交易 我就是碰巧碰上了啊 那么这事呢 就有点怪了啊 只能这么解释 就叫无巧不成书啊 这事我真的事先不知道 那么还有一个 有一个剧组啊 过去是在小剧院演 哭哈哈的演戏 小剧场有一个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是摸索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你上台 你觉得你讲话 你演戏 什么东西有兴趣 底下直接就反映 你就可以去调整 比如你觉得啊 这个这个桥段非常有意思 你上去演 底下都没有反应 你就觉得这个就失败了 所以剧场是一个很锻炼人的地方 结果呢 把这些经验积累起来啊 小成本弄一电影 哎 这电影弄得好 典型的逆袭成功 一开始在票房排便率很低 结果口碑很好 票房大卖啊 没多久迅速就突破十亿 今天我们只要一突破十亿 就欢呼雀跃 这时候就有人添堵 说你这电影好归好 但是抄来的 抄一外国片 剧组的人这高兴还没高兴完呢 就被堵了一下 所以立马就站出来说呢 说什么呢 说我没有 我没有抄袭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告诉你 我这事跟你没完 我跟你死磕 你这么污蔑我 所有的创作者 最害怕别人说他抄袭 所以从剧组的角度上来说呢 他觉得他自个儿特冤枉 我没有啊 这是我们演艺界 我们经济界啊 也有一个大土豪 超大土豪 多年在中国大陆呢 到处不声不哈的赚钱 一个项目圈你几个亿 都不叫赚钱 一圈就圈几十个亿 乃至几百个亿 那么这些日子啊 就这些年来以后 这钱确实好赚 为什么好赚呢 因为他曾经被市场历练过 大陆这块市场是处女地 所以他来了以后 就很容易赚到你的钱 但是风水轮流转呢 中国人别的不会啊 跟人学习 抄袭这本事大爷很快 大陆上也有很多富商崛起 就把这个利润空间都越挤越小 人大佬有本事啊 一看啊 这苗头不好 华丽转身 所有的财产彻底受光 脚底下抹油 溜了 走了 然后就有 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啊 说别让他跑了 这赚了赚 赚了这么多钱 撒腿就跑 这抄大个的土豪 很安静的说 我见惯的事多了 我这事没有 确实我没有 你们都看错了 那么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 生活中呢 有很多这个朋友啊 经常说我没有 什么叫我没有呢 比如说月底 银行给他寄来的账单啊 一打开看 哇 怎么这么长啊 一看 我没有花这么多钱呢 我确实没花 怎么就没了呢 你看这么多 你说哪个银行的账单 能给他下寄啊 他确实有 但是他感觉没有 对吧 我们生活中 否定的事 比肯定的事多 今天呢 对于公众来说呢 公众的感受是 说你有你就得有 没有也有 我们的信任 在今天的社会中 是一点点丢掉的 信任是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无形的东西 一个人 一个公司 一个国家 信任 是你社会中 最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是无形的 那我们的信任 怎么一点一点的 丢掉呢 首先是食品 因为食品呢 跟我们每个百姓 都有关系 只要是吃进嘴的东西 不管你吃不吃 有的人说 我不吃牛羊肉 那没关系 你吃鱼吧 你说不吃鱼 你不吃鱼 你吃豆腐吧 你吃素的吧 你总得吃东西吧 食品中 一旦出了问题 这信任 最迅速的 就会丢掉 我们食品 一开始是什么呢 一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我们的 最初的信任是 缺金短两 你买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 农贸市场回来 买东西老不够数 或者心里不够数 所以后来 农贸市场 口上都设一个东西 叫公平乘 你买了五斤鸡蛋 到公平乘上一腰 你看五斤 哎行 这小贩不错 给的我够数 上去一腰 四斤半 拎着就气冲冲的 找人家去了 所以过去 过去中的 这个农贸市场 出现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这类 缺金短两 后来就不一样了 后来开始 高手就出现了 一开始出现的 参甲呀 是乙次冲好 后来的参甲 叫乙好冲好 什么叫乙好冲好 我告诉你啊 瘦肉精 对吧 瘦肉精这东西 咱都没见过 咱都不知道啥样 咱可见过瘦肉和肥肉 过去啊 我们穷的时候去买肉啊 然后希望多切点肥的 为什么呢 肚里缺油啊 肥肉吃着香 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以后呢 买肉就希望一天一天买点瘦 这猪呢 也真给劲啊 就长得也一天比一天瘦 过去那瘦猪身上有瘦肉 今天这胖猪身上全是瘦肉 奇了怪了吧 过去那个 我们在农村啊 说知青那猪养的肥 切开以后全是大白彪子 瘦肉很少一点 肥肉这么多瘦肉这么点 现在那猪啊 从后臀肩那一刀切下来 皮直接贴在瘦肉上 中间一点脂肪没有 没有白肉 我去菜场看到这肉吧 我都犯愣 一开始啊 我就不明白 我自我的解释 我认为 这是新品种猪 这猪就长这样 不长肥肉 后来啊 才知道 这是吃了瘦肉精的肉 那么瘦肉精对人有什么危害呢 我们不是专家 我们不去说 但是他肯定有危害 我们想着想 如果你买来了 带有瘦肉精的 这个猪肉 你就心里想 过去那注水肉啊 都算是好人了 对不对 无非就让你增加点分量 但这肉还是烤肉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就想啊 我养过猪 你们知道吗 我在农村养过猪 一年养了两个猪 养完一年的时候 我们去卖猪的时候 有一个猪三百多斤 有一个猪二百 七百十斤 我们那时候卖猪 跟今天卖猪有一个不同啊 就是他专门要把猪 到的当时叫公社 现在就是乡 到乡里去卖 他有一个点 到那天收猪 你就到那天把猪卖给他 那猪怎么卖呢 活猪上乘腰 我记得啊 他有专人来评价你这猪 这个专人就是摸摸这猪啊 看看样子啊 就说你这猪多少钱一斤 便宜的两毛多钱一斤 贵的三毛多钱一斤 你听这便宜吧 我告诉你 那年月猪肉才卖八九毛钱一斤 活猪腰 你想他肚子里还有屎呢 都按这个重量算 所以呢 我们大清早上起来 要把这猪卖到公社去 怎么卖呢 我印象深刻啊 猪 临终啊 吃一顿好的 我们给他熬的棒子面粥 吃纯粮食 棒子面在那个年月里是 一毛一一斤 但你知道一毛一一斤的 棒子面熬出的粥 至少得熬出三五斤 所以熬一大锅 棒子面粥 晾凉了 早上起来 喂这猪 这猪吃第一口就香的不行啊 就说这什么好日子到了呢 不知道死期已尽 就拼了命的吃 把那肚子吃的溜圆 然后高兴啊 吃的那猪都哼哼了 吃不动了 猪槽子里还有剩粥呢 不喝了 走 奔公社卖的去 估计这一顿的 吃的几十斤 你算算一猪一顿 能吃的几十斤 这几十斤全是钱呀 高高兴兴赶着这猪啊 往公社走 那猪都是赶过去的 结果这猪啊 有意思啊 它吃的多呢 它还拉的多 这一路上又撒又拉 让你心疼的呀 拉出来的那个 按我们的眼中的全是钱 我们那时候掺点甲 顶多就这么掺 这点甲呢 到那以后也基本都拉出去了 那我们现在呢 全是科技掺甲 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苏丹红 掺在鸭蛋里 鸭蛋黄啊 越来越黄变成红的啊 另一类掺甲是什么呢 更恶心 什么呢 皮鞋掺在酸奶里 是吧 我现在都不怎么吃酸奶 就是一吃酸奶就先想起自个儿这皮鞋来了 所以就不怎么吃酸奶 就是它让那个酸奶变得黏黄一点 那么地沟油啊 台湾叫什么呀 叫搜水油 地沟油这个东西很奇怪 它很大的原因呢 它是你的文化原因 就现在地沟油 它经过反复的这个提炼啊 它今天那个油拿去检验 都检验不出来 有什么指标不一样 但是它是心里过不去 你比如 美军呢 研究一种装备 这个装备是什么呢 就是在战争期间 无论多脏的水 经过这个装备都可以喝 你撒包尿撒进去 出来都可以喝 但是我们平常时期 谁也不会撒包尿 经过它去喝吧 你心里的也有一个接受过程 这就叫文化 那么我们的食品呢 把我们的信任 把我们每个人的信任 一点一点地给挤出去了 对吧 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相信 我们自己的包装上写的保质期呢 你相信它的生产期呢 我看过很多商品 那个生产期啊 我吃的时候还没到呢 那就是说 比如我今天啊 是12月1号 是吧 我呢 一出厂就变成明年1月1号了 占出一个月去 所以到你手里有数很多东西 还没到它的出厂日期呢 所以你看到一份这个东西 你就永远不相信 这上面的生产日期 那么你仔细想啊 我们今天去菜场买点菜 买点农副产品 现在说只要这东西好 只要东西没有问题 回来缺金短两都不再计较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去计较 缺金短两这种小事了 那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各类复杂的骗子太多 我们都不计较那种贪小便宜 过去这也叫骗 可这种骗现在 在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 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么我们的信任危机啊 我刚才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点一点溜失的 还有一个信任危机 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 骗子太多 各类骗子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 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接到过 诈骗短信 是吧 诈骗电话 诈骗电话五花八门 过去的诈骗电话啊 都是尽可能的打你手机 现在有很多诈骗电话呢 专门打固化 为什么打固定电话呢 因为固定电话经常是 很多老年人在家接 我妈就接过 不止一次 我妈差一丁点上当 要不是银行的人负责 我妈那当就上死 就上定了 一旦我妈上了当 那我就得想办法解这个套 我就得装作这案已经破了 钱已经追回来了 对不对 要不然老年人受不了这个 所以骗子十分可恶 其实我们想啊 我们作为一个 在社会上经常游走的人 年轻人的好处是什么呢 信息来得快 信息多 信息量获取大 岁数大的人好处是什么呢 经验足 你很多事 你甭拿这事来骗我 我都知道 可是呢 很多事不是你全知道的 我有一回逛一小店 这小店里卖精油 现在不新精油吗 我一看各种精油 还真行 有一种精油呢 叫沉香精油 我一看这沉香精油 现在这沉香热呀 我就拿出一小瓶来看 我说能打开吗 他说能打开 您看看吧 有多粗呢 比我手指的细多了 筷子这么粗 这么大一小瓶 大概千八块钱 我一想还挺贵的 我就拧开一闻了闻 还真是沉香那味 挺油的 他说您磨点 我就点了一点一磨 还挺香 你想想一个沉香手串 那么老贵 这点油得多少能炸出来 行 来一瓶 买了一瓶 买了一瓶呢 我就越想越不对劲 我就想啊 这沉香 尽管里得有油质物 但你要把它炸出来 这油得多少沉香 才能炸出这点油呢 我凭我们的感觉 我估计得几十个手串 才能炸出这么一点油来 你想那手串卖多少钱 这沉香油卖多少钱呢 显然不合适 巧了 让我碰见一个香料大王 这人有意思 这人从小就钻研这事 搞了一个香料公司呢 上市了 特有钱 他跟我说啊 说你那东西啊 全是我配的 他说所有的味道 我全能配出来 只要你给我样本啊 我一周之内 保证给你配出来 他说什么 这个沉香精油啊 什么香我都能配出来 我说可能吧 他说可能 说我这公司都上市了 说各种香精 可以实用的 不可以实用的 有的是可以吃的 按照国家的要求 是可以吃的 说大部分这种香喷喷的东西 都不是原始的状态 都是他们配的 哦 后来他就给我一个 打天猪看 他说你看这天猪怎么样 我说天猪还可以 我说多少钱啊 他说我得买贵了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一千多万的 我说那怎么那么贵啊 他说您觉得值吗 我说贵了不值 他说我也觉得不值 我说那你为什么买啊 说我当时不懂啊 让人骗了 啊 说不是这个 自个人挣了点钱吗 就挪到这上面去了 你想这个社会啊 他用他的科技产品 去赚钱 人家用传统产品来赚他的钱 啊 你说一个天猪值多少钱 那就看他怎么忽悠 你怎么能把这么大一老板 忽悠动了呢 我们不知道 谁卖给他的 也不知道怎么忽悠的 但是知道互相之间 在买卖当中失去了信任 我有时候啊 在网上看我的回帖 做节目啊 看看回帖的好处是跟网友沟通 这回帖上有人告诉我啊 说最近在上海 去了一家叫都督文化公司 去面试去了 他问人家说 您这公司跟马维都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马维都是我的合伙人 合伙人不能出来啊 所以这人就信了他了 就花了也不是几百块钱 就弄了个什么卡 我也倒不明白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不跟任何人合作开公司 对吧 开公司我就是明的 我不可能开这种什么都督文化公司 我网上不可能跟任何公司去鉴定 我们唯一的鉴定是在博物馆内进行的 博物馆以外 我不搞任何鉴定的东西 所以网上大面积的这种广告 全都跟我本人无关 我也删不掉 我也没那特异功能 我要有特异功能 我肯定一下把它全删光 对不对 我们过去啊 生人都是可以相信的 但今天熟人都不敢轻易相信 我们今天啊 天天生活在这个有的环境中 就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但是永远听见没有的一种诉说 就是你说他有 他准说没有 信息时代呢 把这种现象就放大了 传播的非常远 公众在今天的生活重压下呢 只愿意相信 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对吧 今天在一个失信的社会中啊 其实每一个人的判断 实际上都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